首先我必須要說我非常不關心007的電影 I don't give a fuck 大家好我是Paul 最會到最後英文起度 但看這個新聞說他們找不太到接班人 我覺得我們可以做一下下 007一些值得說的地方包括 你看我們中文叫他007 詹姆斯庞德 James Bond 007英文怎麼講 007嗎 不會這麼囉嗦 說你來了007 他是007特報員007 音節太多了 而且0這個音就不好發 所以007他們會把講成doubleOO就是0 你知道考亞瑟同學尤其知道 因為亞瑟的聽力會有數字的考試 聽一個電話號碼把他寫下來的概念 所以他是double0doubleO 所以也不是double0 因為也不好唸 總是zero這個字外國人能躲就躲 他們多半用歐把取代掉 所以doubleOO7 doubleOO7 你看念起來就順多了有沒有 比起007不是second 好所以你大概就知道007該怎麼唸 那再講另外一個就是這個男明星的名字 他已經演了好多 他演了5部 那在他之前是不是那個皮爾斯 布洛斯男 我那個翻譯的名字我都有點卡卡的 皮爾斯布洛斯能 那他的名字叫做丹尼爾奎格 那怎麼唸呢 丹尼爾大概沒問題 那他的姓是 Craig Craig OK 丹尼爾 Craig 所以C-R-A-I-G Craig 這個名字是我們比較少華人會取的 華人會取的名字多半 丹尼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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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Craig也可以是 名字不見得是姓 但在他身上是姓就是了 So Deniel Craig is on his way out 他正在 他就是 呃 在演完了no time to die 這一集之後 就會 下一個結拜人要出現了 只是現在他們找不到 讀一下第一段給你聽 A new James Bond is on a way following Daniel Craig's exit in no time to die 好 大概說一下裡面幾個重點 先的James Bond要出來了 on his way is on the way 好在路上了 follow著這個Deniel Craig他的這個離開 這個while大概理解為雖然 那雖然之後沒有但是對不對 所以但是的話大概就在這裡 這樣子的clay 所以雖然說有rumor rumor就繞著 好 那這個繞著呢 rumor包括些什麼 所以他有一個that 以及第二個that 所以rumor第一個that 直句出來了 and之後又來一個that 你就知道平行結構是兩個that的詞句 所以後面這個that其實是不能審的 因為他都接在這個rumor的後面 都是rumor的補充資訊 so rumors circulated last year that第一個that 是一個比較年輕的actor 正在被他們court court其實在一般的人際之間court這個字就是我來去勾引你 我來去跟你試著跟你交往之類的追求 這樣子勾引可能講的太嚴重了追求 像我們在一般兩性間的 如果說我們只回到這個傳統兩性間 就男追女你追男 我們會用這個字courtship 好就是追求這樣子 那所以他們再去找一些人來演007 也可以用court這個字 so a young actor was being courted 而第二個that 這rumor就是007的年紀呢 會比Daniel Craig那個年代還要再小 所以可能會變成二十幾歲來演嗎 那所以剛剛是雖然的部分 但是呢這樣的一些聲稱啊 都被他的這個franchise的製作人 給他squash掉了 所以那這些claim都是不正確的 so such claims were squashed by Michael G. Wilson 那他就確保了粉絲們 he assured fans assure這個字我們也常在講 insure接事情 assure接人 所以他就assure了粉絲又是人嘛對不對 這個新的bond也會是一個30幾歲的人 would be a 30 something you okay 像我現在40幾歲 I'm in my 40s so I am a 40 something 所以這個40 something 30 something 20 something 是名詞 那你處於什麼年紀裡面 就是I'm in my 40s I'm in my 30s 那還是可以甚至可以加一個早中晚 我如果今天41 42歲 I'm in my early 40s 那40歲 我現在46 I'm in my mid 40s Okay mid 40s 那late 40s也是可以這樣子 好 所以確保大家是30幾歲的 那這就是跟當年Daniel Craig 開始演的時候 的起始的年齡差不多 06年的時候 所以他已經演了 哇這麼久了 06年 快演了20年了 今年有23了 他如果今天再多演一集 再加個三年 他就 他就現在是50幾歲了 好anyway 我們再往下看 看一下有什麼東西 下面其實有講到 批評年輕人 為什麼我這個標題說的是 他們找不到接班人 因為年輕人不夠穩重 那穩重那個詞要怎麼說 所以這邊就在講 so we did look at a lot of younger actors and I just don't think they had the gravitas 所以是gravitas the gravitate 這個詞是 這個是 你知道gravity嗎 gravity是引力 地心引力 那gravitate這個是動詞 就往什麼方向吸引過去 像例如說 我喜歡的東西都傾向於自己可以獨立做的 像例如說我喜歡追劇啦 我喜歡自己一個人跑步啊運動啦 so I gravitate towards solo sports or solitary activities 多半都是說單人可以做的活動 so you gravitate towards something 就是你對什麼東西傾向過去 就你 你仿佛被他吸過去 可是這句的結構並不是被動的 OK 所以再說一次 I gravitate towards solitary activities OK 所以這個gravitate to something 這樣 所以後面往往加的是to 或者toward 這個介習詞 那gravita是什麼 剛講到gravity是地心引力 所以gravita就可以翻譯成是莊嚴穩重之類的 所以太年輕的可能就缺乏那個穩重度 所以的確這個bomb這個角色 一個這個反正特務見諜 那他需要有程度上的穩重度 才比較吸引人 OK so they didn't have the experience they didn't have the mental capacity to take it on 所以mental capacity 所以他們缺少了一些精神上的 這真的很難翻成中文 因為mental就是精神上沒有錯 然後我們講physical跟mental 這兩個大概就是對比 或相輔相成的 因為人都要有mental跟physical的一些什麼東西 那capacity有時候翻成容量 所以這難道翻譯成是精神上的容量嗎 我覺得這中文也很不到位 但總之我希望你懂意思 他們缺少了這樣子的mental capacity 來扮演James Bond的角色 所以他們interview了幾個人之後 他們就回到了這個 或者回到原點 這些人都失敗了 所以這邊有加一句說 We kind of scrapped that idea 算了不要找年輕的 Went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and started again 所以又回到了這個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這個片 翻譯成回到原點大概可以 drawing board是什麼 那個board就是一個板子 你知道我們在研討一個 我們想要做一個案子或之類的 第一步可能就是大家 腦力激盪 腦力激盪總要留點紀錄 所以有時候我們就會有個 白板放在那邊 然後大家就在那邊 在那個板上畫或之類的 然後畫出來一個什麼什麼概念 大家做點筆記 來吧去試試看 結果發現衝一衝做不下去 OK Let's go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我們從頭開始 所以這就是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的概念 OK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很常聽到 好然後呢再往下看 下一個說的就是 在當年Daniel Craig的這個 征選的過程 在他當時也是三十幾歲 可他當時其實就沒有獲得大家一致認定 就是他了 所以我當時也是很記得 就Daniel Craig剛被選到的時候 然後看到一些報導 我就覺得這個人 好像沒有以前的James Brown這麼高 他也不矮 可是他就看起來不是個高個子 然後也沒特別帥 看起來還一副臭臉 我就覺得這個人演Bound 對嗎 因為前一個剛講的Piers Brosnan 他非常的風度翩翩 而且臉上永遠帶著一抹神秘的微笑 很平易近人的微笑 所以我就覺得 哇那個才真的是帥爆 那Daniel Craig看起來就是很很穩重 真的就是穩重 那缺乏了那種風度翩翩的魅力 所以我那時候也很不看好這個Bound 結果沒想到哇靠 一演演了快二十年 所以真的是也是看走音 所以這裡說了 他當時的decision 就選擇Craig這個decision 並沒有得到一致的同意 So the decision did not receive unanimous praise 所以這裡有個詞叫做unanimous unanimous就是一致的 unanimous 就像拳擊賽 拳擊賽的那個打分數的是 那個場邊的那個分數員 不是場上的裁判 場上那個叫referee 那場下的三個總共 那這三個人就會說 我覺得A贏了 我覺得B贏了 我覺得A贏了 那樣就是一個split decision 兩個人A一個人B對吧 那要是三個人都覺得是A贏了 那那個場上的那個博寶員 或者應該博寶員算了 就ananswer啦 他就會說 So the judges have reached a unanimous decision 所以他們達到了unanimous一致性的 OK 就大家都是口徑一致的 unanimous這樣子 So the judges reached a unanimous decision 然後就是 Oh in the new heavyweight champion of the world 然後就知道誰贏了這樣子 OK Steal the champion 他講到Steal或者New 兩邊就知道是誰 因為如果今天是拳王爭霸賽的話 他只要講New 那其中一個人就知道 我是新的了 舊的被我踢掉 所以他如果說Steal 那原本那個就知道是我的這樣 所以你不見得需要聽到名字 我要講的重點是 聽到他在宣布誰贏了的時候 他講的第一個字 其實就等於是宣布了 他不用講名字這樣子 好anyway unanimous 這扯的好遠 所以回來這裡 所以他們當時選到Daniel Craig Didn't receive unanimous decision Praise 這樣 不是一致性的槍口一致的 炮火一致的稱讚這樣 OK 然後他甚至覺得替他感到很抱歉 然後我們再多看一個片語 就是最後這一個 所以他當時被笑說 你不適合當棒 可是他就頭低低的繼續努力 所以他這裡一個片語叫 Keep his head down OK在哪裡 在這裡 OK 所以他當時有說 這裡讀一下 So the whole way through the film Stuff would come out about how he couldn't walk and talk he couldn't run he couldn't drive a car properly 所以一開始大家覺得 反正就一些新聞出來 他走路都走不好 講話講不好 跑步跑的難看 he couldn't walk and talk couldn't run 那沒辦法好好開台車 駕駛技術不好 he couldn't drive a car properly so much stuff which was completely and utterly untrue 就是這些東西完全就是不真實 就是沒有 虛構的假的這樣子 she continued and he just kept his head down got on with the job and then the film came out and everybody went oh wow I think we quite like him after all OK 所以這也跟我的想法差不多 雖然我真的沒有care James Brown的電影 可是看久了以後 也覺得這個Daniel Craig還不錯 就是 好所以這裡說 he just kept his head down 所以什麼叫做keep your head down 把你的頭保持低的一個狀態嗎 沒有錯 所以他可以翻譯成避免危險 避免分心 還可以是躲開麻煩 或者躲開注意力 所以他英文可以是to avoid trouble or attention 所以他就是好好的拍片 然後不想要被大家注意 電影出來就是let the film speak for itself 所以讓這個電影自己去解釋一切 所以有時候我們也會有這樣一個片 我多加一個 let什麼什麼東西 speak for itself 像我如果說跟你我想到另外一個 假設我給你下棋好了 然後你說Paul你棋力很低 不要跟我下你走開 可是我說來 我讓比賽說話對不對 我就跟你下然後把你幹掉 然後你要問我說這個後來怎麼樣 我說I let the game speak for itself I let my game speak for itself 所以這個something就可以接 我的my game或者my skill something這樣子 ok so you let something speak for itself ok 好 所以他就 嗯 他就讓他的這個演技 什麼什麼這些的 那所以他就演了20年棒 講到最後這一個 文章已經講完了 該講的說完 我現在多補充一個 我自己本身對於James Brown這個電影的一個感覺 就是啊 好這邊真的我的bullshit 你不想看可以關掉 像我們看到小美人魚 像有了黑人小美人魚 你知道我在說什麼 我猜白雪公主 說不定有一天也會有黑人白雪公主 什麼時候我會願意看James Bond的電影 如果今天有一個華裔去演James Bond的話 有些他們如果去找那個上氣 上氣與十環去演James Bond 或者就乾脆找Steven Yoon 演James Bond Oh I'm game ok 那我就會買票去電影院看了 我就是這麼一個 哥被往裡面彎的亞洲人 只要今天是黃種人去演的James Bond 好 那我就ok 換一個黑人我大概都願意接受 ok 只要你永遠是白人演James Bond 那我就覺得 你覺得演你的吧 我就不會去看 我絕對不會買票去電影院看 任何一部James Bond的電影 我可能在電視上看到 我可能看一下 好啦 講到這裡扯遠了 最後是我的一點 非常偏見的一個 的一個意見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